看看新闻榜 给房祖明的新年礼物 带着对小房子 能够喜新革命的期许 成龙大哥戴上了老花镜 仔细将他的长发 一点一点地剔去 随后小房子 在自己的微博发声 是要重新开始 对此网友们也纷纷留言点赞 想想你爸那么大岁数了 还在荧幕上拼命 你就心疼心疼他 别再让他操心了 从去年房祖明在北京 因涉毒被捕至今 成龙曾多次自责 叫子无方 言谈之间也总是流露出 对儿子寄予厚望之情 凤母心固然可怜 但是涉毒带来的苦果 还是得房祖明自己来承担和面对 娱乐新年地综合报道